小雨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雨 好重啊 你们看 今天我跟金融市买了一个啥 啊哈 买了好大一个牛头 啊好重啊 我帮我钉的全是寒 啊这个牛头好大 我们那个老家 一到了夏天 它就停水停电 没得办法配水 所以说我跟金融市两个就决定 换到一个配水场地 今天是我们这个新的配水场地 第一天开始配 所以说我专门订到一个牛头 庆祝一下 哇 这个牛股把它锯下来 费了九六二夫之旅 终于把这个牛股锯下来了 你看 哈哈哈哈 但是这个牛股锯呢 有两层 外头有一个壳壳 你看 里面还有一个壳 你看 然后把它要锯开 要挤开 今天我们 只吃一半就够了 太大了这个牛股 哇 哇 哇 开了吗 嗯 我先把这个牛老婆给它取下来 好大一个老婆哦 哇 这个牛老婆之大 一个碗装不下 哈哈 刚刚装好 冷水 把牛老婆放进来掏一下水 哇 这个牛头太大了 水还有点不够 再切两盆水 加入葱姜 再倒入料酒 哇 这个牛实在太大了 炒上锅盖给它煮开 好了哈 这个已经煮开很久了 把这个水捞出来 把这个牛头再给它清洗干净一下 另外起一个水哈 把洗干净的牛老婆放进来 然后加入葱姜蒜 加入山来八个等香料 再加入两个洋葱蒸香 加入底盐 可以稍微多一点哈 加上一大勺胡椒粉 加入鸟酒取形 加入生抽醬油 加入老抽醬油上色 来上三大勺豆瓣酱 再来上三大勺荒豆酱 增加这个酱香味 加上一点蚝油提鲜 再加上干海椒段 增加辣味 再来两把干花椒 增加麻味 最后 加上一颗甜蜜蜜的大冰糖提味 扛上锅盖 我们五个小时之后再见 这个牛头要炖超级久的时间 我带你们来看一下我的心肠的 你看这个铲铲的细水啊 还有我以后的食材 你看他们还在睡觉 跑了跑了 这个牛肉真的是炖的时间太久了 今天晚饭就将就吃个方便面吧 小老师你吃啥味道的 我要吃蒜菜 蒜菜 我吃两个红烧牛肉吗 你那个也不吃蒜菜 你应该是麻辣的 没得啊 不好意思哦 没得哦 好了好了 没得酸菜的吃个红烧牛肉的吧 都还没泡好 面还有一点嫩 但是我已经忍不住了 饿了的时候 觉得方便面的好好吃啊 终于好了 好 哎呀 炖了整整五个半小时吧 哇 这个牛头可以出狗了 哇 这个牛头好大一个哦 而且这个牛头哈 它炖了之后 它不像那个猪头一样 皮质是懒鸡鸡鸡的 你看它的皮质是很棒棒的 我给它盖一下刀 这个是牛的这个下巴这个 你看已经炖得非常的爬了 轻易就可以脱骨了 很少一些 你到底可以吗 它不可 脖子刮不刀了 不过这个骨头脖子还是拔了很多肉 你看 这个脖子不要甩了 今天还要炒火锅 熬汤 炸死得很 把这些肉切一下 你们看到没的 这儿也有一个小黑 看看 而且还一点都不怕人 肯定是这副鸡的样子 哦 还有一个大副鸡 来看看 我感觉差不多了 你看 已经切了一盘肉了 那边还有这么大盘 可以不切了 晚上吃这么大一盘肉 我都觉得有点罪恶感 可以了 不切了 超级香 又焦紧 这个牛肉 这个牛肉 其实是露掉了 有点不一样啊 这个牛肉超级又焦紧 吃到它的皮子 还脆巴脆巴的 我还想打个大一点 加点生抽酱油 加三勺米子 海椒油 一定要点底下的嚼嚼哈 才香 加上两口白糖提味 有点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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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很香的 它是很香的 那些菜 怕点啥子呀 你说我是喝个酒啊 喝个酒啊 还是喝个酒啊 还是喝个酒吧 我先拿个酒 哇 好凉快啊 冰晴好安逸啊 把酒啊 是跟着 好的 好 好 好 我来 solve 我来看看 也不准备下饺子 你不太大 大碗上应该要吃这个肉,吃了我有点脆弱干扬 但是牛肉应该不得上肥油吧 我老公来了,我老公来了,我老公来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做一个好一口,拜拜 来,干一个,干一个 看你也喝个酒耶,你要吃个银子,你给大家打个招呼嘛 他不干,他不好意思